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去讲什么是报款 报款的东西很多就是你付出的钱 它给你的东西是有些惊喜的 人家会排队去购买的 这个就是报款的定义 有些机构他们生产的产品 它已经有足够的粉丝 他们会觉得付出这些钱 它拿到这些东西 它是满意的 另外一些企业它会生产一些产品 他们会通过marketing 然后有一个产品的溢价可以提高的 但是如果这些消费者发掘这些溢价 他们给多了 他们比较不会买这些产品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 如果要持续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做些产品 是这个价格比较好到的 他们会培养一些忠实的粉丝 我举几个比较大的企业 给你做一个例子 第一个IKEA 第二个YOUEHU 第三个无印良品 第四个是小米 他们的生产的东西 它有很多忠实的粉丝 他们觉得付出一些钱 埋不到这一个同等的产品的植树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去可持续的话 培养粉丝的话 我们这个定价一定要符合大部分的消费者 心目中的水平 令到他们觉得 我他是深根情愿去付这些钱的 不是仅仅 因为我有这个标记在里面的时候 他们要付多这些费用 可能有些人喜欢 因为我有解一个标记的时候 我有解个比较高人一等 或者是有一个可以悬要的东西在里面 通常这些企业 他们会花一些很多的钱去找人去代言 或者是做打广告 令到这个形象不一样 但是对消费者 一些真实的体验 没有很高的提醒 只不过就是形象高一点 这个就是你看你的企业 你想的工的 是哪一种的经营的模式 今天讲的包括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